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Hi Della好 大家好 袁先生 想你今天帮我们听众讲解下一个 我们很常见 因为都市人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就是失眠 我相信大家的听众 无论什么年纪 其实都可能都会经历过失眠 但其实失眠的定义应该是怎样计定的呢 我相信过来都经历过的 一般来说 失眠的意思是 入睡很难 睡不到 而且很容易醒 不能够睡到天亮 这会令你休息不够睡不足 当然有很多情因 很多时候是情绪的压力 担忧 或者神经紧张 或者想了太多东西 可能痛 可能药物干扰 可能咖啡因 奶茶 咖啡 喝了之后 或者吃得过饱 或者可能都是因为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 就是可能很吵吵 或者不是一个安静的 适宜入睡的环境 这也是一个主要导致失眠的原因 很多人都会说这几个原因 因为那些人觉得睡眠的质素 不深层也有的 是 就是常常醒 中间又醒 或者是太早 到三四点就醒了 当然这些会导致他们 早上醒的时候 还是觉得很累 或者他发现他自己 好像做不到梦 没有正常的发梦 其实原因也有很多 很多时候是 可能情绪的不安激动 或者有压力 可能工作方面的压力 或者可能是工作上 或者是学校 有时候学校的压力 也会出现这些问题 导致工作上出现问题 工作上学校出现问题 这就是一些后果 可能是容易犯错 甚至乎在工作上 宁愿产生意外 当然有些人 如果长期失眠的人 当然就会比较上 是出现容易紧疹 甚至乎是情绪低落 是 是 那当然 那个失眠来说 一般来说 间中的失眠 是不会有什么大外的 但是如果你是长期失眠 很明显是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因为长期的睡眠不足 会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 会影响我们的正常运作 令到我们整体脑袋的醒觉性 活动性 会有问题 那我们遇到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怎样呢 第一 就看下 看下 看下病人到底 看外表是否很累 我遇过很多病人 看上去一点都不累 但是他长期长期失眠 但是你看他的样子 又不觉得他是失眠 但是看他有没有黑眼圈 很多时候呢 有些年轻的人 睡觉不好 就会出黑眼圈 好了 那你除了观望之后呢 还要听下 听下那个病者 患者 有些什么说 如果听到他说 我是因为受惊 有次受惊 之后我睡不到 那你要想到什么呢 想到Aconite 乌头 这个疗势 如果他说 其实我现在很开始担心 搞到我睡不到 我还有 就说我不敢睡觉 如果睡觉我会死 如果你听到这些这样的说法 那你要想到的疗势 就是Asenicum Album 那个 San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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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我说 其实我整个人很醒的 脑筋很清醒 很活躍的 总之是静不了 这个疗势要想到 Coffear 咖啡 好多人喝咖啡之后 脑筋很清醒 不停地想 好了 如果我说 我睡不到 因为痛 是有身体的不适 痛 那你会想到 就是咖啡 咖啡 咖啡 Chamamela 那个 羊金谷 那个 羊金谷 Chamamela 好了 如果他说 我虽然这个人很累 但我明天就要有些事情做 可能要演讲之类之类 我太过兴奋 令我睡不到 这个疗势就是 Jocemium 即是有些期待的事情令到你紧张 就是Jocemium 王素卿 好了 如果是 他因为悲哀 或者家里有亲人过世 或者爸爸亲人 刚刚死了 他不断地叹息 叹气 你观察到 你听到这些情况 那个疗势就是 就是Ignatia Ignatia 女宋果 好了 如果他说 其实我往往 经常三点钟就醒了 OK 经常想着公司的东西 那个疗势就是Nuxvomica Nuxvomica Nuxvomica就是马前子 对不对 那这几个疗势 就是你 在第一时间 你听一下那个病者所讲的 OK 那好了 那当然了 就是 听他说之后 还要问 因为问是很重要的了 那你要问一下 问他这个 这个 这个 是不是间歧性的失眠 或者是长期的呢 那 那你的问题 是不是 因为入睡的问题呢 或是 就是常常醒的问题呢 那再问一下他 你会不会去某一个时间 晚上就特别容易醒起来 比如说 如果你听到 三点钟 那你会想到的疗势 可能是那个 马前子 Nuxvomica 好了 那你问他 有什么 就是有什么精神上 或者情绪上 有些事情 是困扰着你啊 那 还有就问他 会不会觉得 人很热 或者太冷 有时候可能 体温 热得很辛苦 导致睡不好 或者可能会冷 冷得很辛苦 那就问他 你睡觉的时候 需不需要打开窗 或者要关窗的 那就是不同的人呢 那个疗势 那个需要的疗势 会不同的 那就看看会不会 因为太吵 或者太光 那这个都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 那个睡眠的环境 都要处理到的 那就问一下他 会不会是晚上有很多些 就是很多些贪憂 有些怕 导致你睡不到的 那从我问一下他 问一下他 会不会晚上的时候 会不会他特别 就想吃点东西 或者喝点东西 那 那还可以想问他 就是他 会不会很累 或者很饿 或者很渴 这些这样 那同我问他 他睡觉的睡觉 大概是怎么样 其实很多东西 我们尽量是要 用望闻闻刺的方法 是了解那个病人的整体 就是不要这么说失眠 那失眠就成了很多疗势 很多疗势的 那我们都要进一步 要闻清楚 听清楚 他说的症状是大概怎么样 好了 那同疗法 有一些很特别的指引 就是一些很重要的 我们叫做Keynote 一个Pointer 这样的 那如果那个病人说 他因为呢 是受经 有一个很可怕的经历 导致他睡不着呢 那就是烏头 是受经之下的 引发的问题 那如果他说呢 就因为呢 他是有些经济上的损失 或者可能被人加了很多钱 或者可能股票投资 失败都很厉害 那代表这些经济的担忧呢 可以考虑呢 就是那个生癌 Ascenicum album 好了 那如果他发现呢 那个病人呢 就是整天呢 整天呢 整天呢 就是坐在身呢 就是他人的头脑很清醒的 三点钟就醒了 他脑筋很清醒很清醒的 那就是咖啡那种 那个咖啡和香蕉 那个羊金谷 这个是对那些人呢 是因为身体不适 痛啊 这个引致的失眠的 那如果是因为呢 是期待的 有些要引致那个紧张 或者第二天要上班 要做些什么 或者去演讲之类之类呢 那你就可以想那个 Jalcimium 这个是黄素卿 好了 那如果是那个 因为情绪的 就是那个悲哀啊 家里有人过世啊 这些不愉快的东西呢 令到他很不开心呢 那我就想着那个 Ignation 女宋果 那如果那些人呢 是平时很紧张工作 那就晚上三点钟醒了呢 就经常想着工作的问题呢 那你要想着那个尿剂呢 就是马前子 那个Nuxmomeca 那用量那方面呢 很简单啦 一般来说呢 就是平时日间 那一天吃两剂 30C都可以的了 OK 那看看有没有改善 那如果你试过几剂之后呢 都好像不太大改善呢 那你呢 就可以转尿剂一下 就是我曾经所和大家介绍的几剂里面呢 你可以看回根据证形呢 去试试哪个尿剂是对的 那如果你说我没有30C 我这些尿剂是 那个分量比较低的 那OK啦 如果你是自己低的分量 譬如6X 6C 那些30X 那这些呢 就可以密些吃了 那两个钟头 四个钟头 就是一次 那如果你的分量是很高的时候呢 那你就 就是吃得少些了 或者真的 当时需要才用一用 那就是 似乎你手上有些什么尿剂 但我都建议大家用30C 因为这个比较普通 用得到的 OK 那通常呢 一般性的那个失眠呢 那个同类疗法的疗剂是很有效的 那但是如果你发现 那些是慢性的失眠呢 那你就可能要用一个整体性 就是找一个同类疗法的专家的医生呢 帮你好好的拿你的治疗 来配一个体质性的疗剂了 那如果除了同类疗法的时候 疗剂呢 那有时有没有其他一些方法呢 可以立即帮忙舒缓到一下 那其实很多东西 很多人都有机会都做得到的 那首先呢 那首先呢 就要 就是有些人 喜欢喝一杯热奶的 或者有时候有些 有些 朱古力啊 那有些热奶 加一些Coco Coco 这些这样呢 那也是一个很好 因为呢 热奶呢 奶里面呢 有一种氨基酸 叫做 叫做 Tryptophan 那这个 这个氨基酸呢 这个氨基酸呢 就是可以 帮助人家睡觉 那在临睡之前 喝一杯 喝一杯 暖的奶 那这样 那也都有些人用草药 草药都很多 一般的西草 有很多人都会 Valerian Wood 是吉草 Valerian Wood 那或者是Skull Cat Skull Cat 即是黄旗 是吧 那 Passion Flower 那 那 中文叫西番莲 Passion Flower 和那个Hops 那啤酒花 那就是这些呢 通常呢 很多西草药的配方 都是用这几种的 那你喝一下西草茶 那这样 如果你是丁剂 就滴几剂 在暖水那里 淋湯前一个半个小时 来喝 都可以 即时可以帮助的 但是还有一个留意度呢 就是那个睡眠的环境 就是最重要的 那个 不要有光在那里 是 就是很多人呢 喜欢就开了眼灯 在那里 就是做睡觉的 其实尽量不要这样做 那个房间呢 如果是默黑呢 是帮助睡眠的很重要的 那当然呢 那声音都要了 如果你真的 那个环境很吵吵的 那没办法呢 那就塞进去罩 那也好 那有种人呢 就可以尝试一下 睡觉的时候呢 就躺在右边 就是把手伸出去 躺在右边 可能有机会 是帮助你 那个睡眠得好些 就是右边呢 就是离开心臟 就是不要这样压住心臟 那还有一个工具呢 就是呼吸 那呼吸用什么方法呢 就是用那些 用鼻孔交替 就是左边鼻孔 右边鼻孔 就是吸 一边吸 一边呼 那就是轮流就可以了 就是你按住一边鼻 你按住右边 你按住右边 那你就用左边吸 那吸了之后呢 就放下呢 就按住左边 就用右边呼 那就是慢慢地 呼吸呼吸 那接着呢 换一换 OK 那用这个方法呢 也都帮助你 是能够是 去 就是入睡的 那通常呢 三到十分钟 那这些都是 都是很简单的 的方法 那所以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 那但是呢 就处理的方法呢 其实一般来说呢 就用 刚才所讲解的 介绍的 那几只療剂 那很大机会 都帮得到大家的 那麻烦 那袁先生 不如帮我们 刚才你介绍的 那七只療剂呢 再帮我们 是详细一点 解释一下 那些听众呢 如果真的有 这个失眠的问题呢 他就很快 找到他对的療剂 那我今次呢 跟大家介绍呢 七只 常用得着的 和他療法的療剂 OK 那第一只呢 就英文叫做 Econite 是Monkshood 烏头 那这个的 失眠呢 就是因为受惊 或者受惊嚇 那他人呢 就很极度紧张 很不安 好似就快死 就快要来临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可能呢 他身体上 出现的心跳都很快 或者呢 就是飙汗 惊嚇 那他心跳得很紧张 那这个呢 就是烏头的那个阵营 来的了 好了 第二就是呢 Synicum Album 就是那个 沙埃 那这种的 那这些失眠呢 通常呢 通常呢 因为呢 是有些焦虑 和有些担忧 那通常呢 他睡觉呢 是发觉呢 是五间 就是晚上 十二点钟 到两点钟 那段时间 就特别差的 那还有他人呢 很不安 就是腾腾针 很不安 那尤其是这些人呢 平时呢 都很紧张自己的身体的 那这个情况呢 这个情况呢 在身体上呢 有时候你会看到呢 他可能有一种 有一种 就是消热的痛 我叫做Burning Pain 或者呢 他很怕冻 这个就是 Synicum Album 那个 沙埃 那个症状的症形 是这样的 好了 第三种呢 就是Camel Miller 羊金谷 Camel Miller 通常呢 就可能呢 就因为身体的不适 比如可能你刚刚牙痛啊 那样 那他人呢 就对痛呢 平时他人的对痛 是特别敏感的 那 甚麽仔呢 尤其是呢 很多时候 甚麽仔可以用得着的尿剂 比如有时候 甚麽仔出牙呢 他人很敏症 怎样 怎样哄都哄不到 要整天要抱 要抱 要抱 整天要摸着他 那有时候遇到这个情况之下呢 大家可以想起呢 这个Camel Miller 那羊金谷 是 好了 又是新闻仔 即是日马克 耳朵痛 这个是一个主要的 新闻仔的耳朵痛的疗剂 好了 第四只呢 就是咖啡 Coffeeer 那通常呢 咖啡呢 都可以想到 通常咖啡的人呢 喝了咖啡之后呢 就整晚呢 就很清醒 脑根呢 就很多 就是很活跃的 那通常呢 是过度的刺激啊 那所以他也都呢 是对这周围的环境 声音是特别敏銳的 那也都有一些不安啊 或者那种的问题 那所以你遇到这些呢 就是好像有些人说呢 喝多咖啡 整个人呢 就脑军鬼那么清醒 睡不到呢 他脑鬼鬼那么活跃呢 周围的一些小小声音 都听得很真呢 这些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就开咖啡 那也有些情况呢 如果咖啡呢 就是这些人呢 就特别 就是 就是特别开心啊 就是 很不尋常的那些 那些开心的那些情况呢 是导致他兴奋的那些 那时候呢 亦都可以想到咖啡 咖啡 好了 第五种呢 就是黄素卿了 Yellow Jasmine 就是Jalsimium 那这个呢 都是呢 是跟那个 寿经有些 有些关系 尤其是呢 就有些东西要做 可能最主要的第一人呢 是要登台了 要表演了 要做这些东西呢 那他整晚都睡不着 在那儿担心了 那这种情况 那些人呢 他都觉得很累累 很重重 想睡 想睡低 但睡得低之后呢 亦都睡不到的 那这种人呢 Jalsimium呢 有些时候呢 就因为紧张 要上台紧张了 那你可能呢 紧张到呢 就要经常去大便啊 或者急急急便 那样的 那平时呢 他就觉得个人呢 是个人聚聚啊 瘟瘟瘟瘟瘟 那样的 但是呢 他躺下呢 又睡不到 那这个呢 就是那个 王素卿的 那个Jalsimian 主要的阵形了 好了 大陆席跟大家介绍呢 就是Ignatia 就是女宋果 性Ignatia's Bean 是Ignatia 女宋果 那这些通常呢 就是因为情绪受打击 悲哀 失落 情绪的失落 那通常呢 你会发现他呢 就会 不受控制的哭泣 没有了胃口 那人呢 就很好 很悲哀 那那个情绪呢 也都波动得很厉害 那有时 他经常听到他呢 是长舌转叹 在大地叹气 那样的那样 那也有时候呢 他发现呢 他人呢 他人周身有些麻木啊 有些有些心刺感啊 那就是因为他那些 那些大 那些透气哭泣 那出现了 我们叫做hyperventilate 就是过度用吸氧呢 那就导致他手足呢 有些麻痹那种感觉的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那个Ignatia 那个女宋果的主要性型 好了 最后一只就是Nuxvormaker Nuxvormaker 就是什么呢 是个马前子 那马前子 通常都是这样的了 那平时的人呢 就很紧张 很博散 的事心很重 整天呢 就要赢 那呢 到晚上呢 三点钟呢 就是 那老军呢 就在那里醒了之后 慢慢想公司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平时的人呢 就怕冷了 喜欢吃的那些 喝酒啊 喝一些刺激的东西 啊 来到 来到 就是 当一种 就是 消磨的方法 那 通常这种的人 我们叫Type A 很典型的 Type A 的人 那也都可能 食制了 有时 我们 就是 毕业 无意之间 就可能 就吃了些东西 吃得土制 很多些香料的东西 咖啡 酒啊 肥利的东西 食制了之后呢 导致呢 那晚呢 是睡得不着 那这个就是 这个是 Nuxmomega 马前子 那今天介绍这几个 七种的疗剂 那 相信大家呢 很大机会呢 一般性的 的 的失眠呢 是很容易呢 是应用得到 即是帮助你这个问题的 嗯 相信呢 今集呢 应该可以帮到很多 听众呢 去解决了一个日常 经常出现到 或者是都 未必经常 但是一定会遇到 过的一个 这个问题 失眠了 那刚才解释了 那七种疗剂里面 那都 医生解释得很清楚 也都有很多重点 那 如果 听众呢 遇到有这些的问题 那不妨可以呢 就考虑一下 试下用这个 就是同类疗剂 那这些所有的疗剂呢 在我们的六创二健康店里面 都有售的了 ok 那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 多谢袁医生 和我们的分享 那 如果大家有些 急切性的问题呢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 25773798 如果想关于 询问的疗剂呀 其他或者是 健康产品方面呢 可以联络我们的 六创二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 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亦都可以透过Skype 和原生了一个 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多谢您是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上听 拜拜